午十一点刚过,龙景村就开始热闹起来 虽然今天有点小雨,但很多人来龙景村品名前茶的兴致却丝毫不减 前两天已经扫好木的丽女士,今天就带着从外地赶来杭州的兄弟俩到龙景村吃龙加菜 再喝上一杯刚炒好的新茶 也有不少年轻人趁着假期最后一天,到龙景村来聊天聚会 重点是喝一杯名前茶 此外,有不少外地游客来龙景村喝茶 苏女士是北京人,一家三口前几天刚从美国回北京 听说明前龙景茶很有名 趁着假期,苏女士就带上一家人来西湖旅游 临走前特地来龙景村喝一杯正宗的新鲜西湖龙景 这些茶味上来好像很火爆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很吵气,吃完以后,喝完以后 这种感觉非常有趣,我拍了很多照片 我真的很喜欢杭州 杭州台记者报道 那从明天开始,你们明后茶就要正式开采了 按照网言的